权益问答 自己的业障消干净了 然后不造新业 然后就是救人在渡人救人 就像师傅也是到处救人 肯定背很多业的 就像我们救人渡业的业障 跟我们自身的业障是不是不同 然后我们能不能就是后来 就是回到原来的果位 或者甚至高一层 这样会不会呀 你如果老老实实不帮 没有新的业的话 你回去是没问题的呀 新业不能造这是最重要的呀 我就想想准确想知道一点事情 就像师傅我们对吧 就像我们还有 我们还有几十年在人间 就像师傅也在做很多人 一直造一直不造业 也是师傅也背很多 把众生背到那么多业 就像我们帮众生背的业 跟自己造的业 这个业是不同的是吧 当然绝对100%不同的 对呀我就理解 因为我们把自己 我们学到后面 肯定不会造新业 不会特意去造新业了 把老业也修到 能得修到10%之内 然后呢 我们坚持 一直坚持下去 对吧 借定会修下去 然后呢 帮众生背的业 到后来就是 完成使命了 到哪天 走了 他在帮我们接着了 是不是他能到 原来的果位 甚至超过那个果位吧 是吧 是啊 是啊 哎呦 这个好 我告诉你 当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他这个就算给你 给人家背的业 那实际上不叫业 还是人家的业 听得懂了吗 嗯 我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儿子在学校里 被老师责骂了 妈妈很难过 你说这个 这个业是儿子还是妈妈的啦 对 还是儿子 对 好了 妈妈 这还不懂啊 对 好了 对我懂